作曲 李宗盛 我們能夠邀到這麼多的藝術家 不完全只是因為我們的交情 或者不完全只是說要 我們以前有一起工作過 所以我覺得真正更核心的事情是 我們都有類似的想望 對當代的世界或這個社會 有一定的想望 建築也確實是很少進入美術館 雖然我們在國外還蠻常有這樣的經驗 可是如果今天是在台灣要展覽 我是很嚴肅在面對這件事情 雖然大家會感覺到我們好像很輕鬆 可是它其實是很嚴肅 因為它確實是伴隨在我的生命裡面 還不是我的生命而已 應該是我們那個團隊吧 或者是所有跟我有關係的人 它都是一次很難得的機會 而且這個機會有公共性 我可以感受到所有進來在看的人 他們每個人都對他們來講 都是一種很熟悉的衝擊 人家感覺到說 這完全不是他想像的建築 我也知道說一般人可能會想成建築展 建築好像是 大家可能會把那個什麼 把賣房子的樣品屋當那種展覽 那個其實是產品展的展示 把它當作是建築展的樣貌 其實建築本身就是一個開放的邀請 是一種邀請而且是一種信任 然後你在期待 可是你不太確定它到底發生什麼狀況 比方說像這個像姚仲涵的直播 然後我也不知道它會播出什麼東西來 然後那個觀眾的感覺是什麼 像那個陳奕恩在這個空間裡穿來穿去 這個也很精彩 我覺得林勝峰看到的這些架子 這個好像有點重現 我們在國外的工作的方式 它可是又其實它完全是一個新的創作 那在麵條那部影片專門去拍 他覺得田中央人在生活裡面無可避免的 所吸收到的養分跟帶著你往前衝的那些力量 然後他這次來到這裡 他還是覺得那個影片跟建築中間的介面 其實可能可以用更環保的更輕量的紙 就像他在沙丘一樣 所以是把曾經工作過的經驗 可是用現在仍然很在意的價值觀 在當代館重新創作 其實那種真的也用非常厲害的方法去傳達 我其實很少去講我們建築的顏色 可是顏色多麼重要 好像宜蘭的山 我們知道宜蘭的山是藍色的我們的水 或者是說把時間感 當我們那個靜佑的燈光打下來的時候 那個每一張紙透過這個濕度的變化 在轉變的時間感 那江島這次更是主角嘛 因為他所有的片子都是新剪的 全部是新剪 就各位今天看到 只有那部原來的紀錄片是 完整紀錄片是原來的 其他全部是新剪的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的 其實都不是documentary 包括連我們大家看到的建築模型 都是這段時間內 我們比方說跟林盛峰跟小王啊 王老師什麼 大家一起去我們的倉庫裡面 再重新去翻出來 再想想看說 這些其實全部都是新的東西 我自己覺得最有趣的是 其實沒有人拿 拿我們以前工作的東西出來展耶 他幾乎完全沒有那個 回顧的意思 所有人都在往前 全部的人都在創作新的作品 他容積不用用完沒關係 可是商業的高強度 那可以是什麼 我也嚇一跳 因為我們其實只有南港 桃園 南港板橋 台北市站是三鐵公公 怪不得我那天聽到他們出去展 田中央的建築其實是很感官的 譬如說你聽古典音樂 你要去學一下怎麼聽 可是他們的不是古典音樂 他們的音樂基本上就是搖滾樂 所以你只要可以進入那個狀態 你就大概可以全部都可以掌握住 我覺得他們是用一種感官的方式 你真的去它的建築的時候 那你真的可以看到那一大片的水 可以看到很大的天空 所以你真的可以擁抱它 真的可以感覺它 填裝每次做東西都是把空白流出來 我終究期望的是 就是沒有任何事情是被固著而占據的 所以流空好像總比先被填滿好 就是流空就還有很多別人的意見 或者什麼可以進來 你幫他多想到一點什麼 連他都沒想到的事情 然後提供了他這個可能性 你就看到他的生命就 哇這樣繁華盛開這樣 你自己感覺都很快樂 就是那個美好是 那才是真正 我覺得這個是核心 就是這個 因為我們也很清楚知道 我們提供的建築場域 也是暫時的 就是在那個時間 比方說預算時間到了 然後一個工作的成果 在某一個瞬間交出去的時候 其實是有點跟他 說是有點傷心 好像離棄他一樣 就是好像說 那就暫時這樣吧 先這樣 那可是又說實在 有像我們這種養過小孩的 然後你會覺得說 你其實都是覺得說 嗯 不會有問題的啊 因為 因為你就只能這樣做 你就是 你盡你的可能 給他一個好的基礎 然後他會長得很精彩 他會變得很精彩 他還常會去挑戰很多 我們這種 繼承的這種都市的計畫 比如說在宜蘭他常常就會 在這個 這個都委會上面會問說 我們為什麼需要 把這個東西把它 那個都犧牲掉 我們為什麼不能在一個 是一個市中心可以留下一個 最大的空 讓所有人都可以 都可以享受到 我覺得他的這種 扭轉性的力量 就是因為他對於這種建築力量 所要根本要表達的地方 是不一樣的地方 應該說他本來就沒有認為 建築應該用一種很英雄式的方式 來出現 他認為這個建築應該用一種很生活的方式 來出現 所以我覺得 那個是因為這樣的一個不同 所以才會讓他的這種 社會改革的這種感覺 是很清楚的 很多人會問這個 就是你們為什麼 大家台灣的什麼公共工程 有一大堆制度 什麼 你要寫一大堆報表 還有人不相信你 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什麼 寫一大堆什麼 還要查核 甚至有的時候 還會有人抹黑 剪掉單位 就是你們幹嘛 還一直做這個事情 這樣子 就是因為他還有很多 不能叫完美吧 就是說 你還可以不斷的 有貢獻 可以做什麼 所以他才美啊 這個所有留下來的 不管在時間的像 像度上 在空間的像 在空間的像 像度上 可以 還可以做點什麼 而且持續的做 持續的做 然後你會感覺到 別人也在一起做 這個 好像是我們真正 比較深的 期望這樣 然後很多事情 說實在我也覺得 好像也沒關係 就是 就是 我沒有很 沒有很強硬的覺得 什麼事情 非要不可 就是有很多種類的 方式 就沒有發生嘛 他們可能覺得說 在過程裡問你 東 問 新聞 就是問你 好像還是很猶豫 或者是可能只是這樣 這大多數的事情 它消失的時候 是在一種 慢慢 然後 忘掉它的狀態下消失的 那 會發生的事情 常常也是在 就是 就是 好像你就 越來越多人 關注這件事情 然後它慢慢慢慢 有一天就跑出來了 也許我是幸運的 我們自己的 走過的人生經驗裡面 有蠻多人 對你是善意的 是給我機會 是相信我的 我在猜 比較多這樣子經驗的人 會比較相信 然後也比較願意自己 再繼續這樣去付出 所以 Lion Delta 我們有 460萬人 這是 農工廠 地方 尺寸 最大的 台北市 這是 這個 方式 要設定 這個 明確的 資料 所以 現在 他們歐洲人 常常覺得說 田中央所做的建築 其實就是 是歐洲建築最重要的 一種核心的理念 建築是為公共而做的 然後它最重要是要 讓這個空間 對公眾是有意義的 這樣的一種價值 是歐洲人所發明出來的 可是 在歐洲已經被忘記了 反而在田中央的建築裡面 反而可以看得很清楚 它至少不是一個出國比賽 就是 它就 不是那回事 因為我們平常都是面對美國 中國 或什麼這樣 所以你講的時候都會覺得 台灣是一個小地方 當你到了另外一個狀態 與那個語境裡面 說全部反過來 他們都會覺得 哇台灣好難治理 這麼複雜 這麼多人口 然後 然後你才忽然間覺得說 嗯 你會覺得自己會 因為這些 交到這些朋友 會讓自己更靠近自己期望的那種 比較公平對待別人 比較 比較開放 比較多元 自己會 更有意識到自己的缺陷跟局限 所以你自己會覺得快樂跟這個有關 就是我 我會慢慢覺得自己會變成一個 我自己比較喜歡的人 所以它不是在推銷給別人 是 是你自己變得 自己覺得自己變得 比較好一點 國際球隊展裡面 一直在撤展公展 你們看到 都沒有看到很多天空啊 都什麼 剛剛這都是開放的 這些情況都是開放 那這邊都還是開放 這樣都開放 然後呢 那個 這個也是我覺得 有點害羞的事 我們也不是為了做展覽 而做展覽 也不是為了做建築 而做建築 我們人好難得有 有交集的朋友 然後可以花人生中的一段時間 不管是講做這個展覽 還是我們一起在 在現場工作 或者是我們還在面對很多 還不知道的未來 因為你有了今天 就可能會連結到 更不知道的其他的可能性 那這種不斷在工作中 而且不知道答案 應該想說它就是有點 很動態的 比較靠近我一直在講的那個 多元平等 是我們很永遠的追求這樣 生命是需要被去欣賞 而且是 Celebrate life 可是它是要奮鬥的 它是要做事的 它要working的 所以我們才會叫做 田中央工作群 我覺得 當時選這個名字 還選得蠻準的 就是 不管怎麼說 你就是要一直在工作 就是工作本身 不是為了什麼別的事情 它本身就非常有意義 是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